台中有网友在脸书爆料公社爆料,一名一岁多的潘姓女童昨晚被送到台中清泉医院急诊,抢救约三小时无效,死因疑似是腹腔出血,根据网友Blu出的诊断证明书,还有肝脏损伤,头,颈部顿伤,右膝跟手部擦伤,外生植气挫伤。 该网友还指控疑似女童妈妈的同居人家报,致潘姓女童遭虐抢救无效身亡。 医院表示,女童母亲送小孩就医时称小孩跳舞摔伤,经检查女童全身有多处瘀伤,外生植气也有挫伤,约今天凌晨医时抢救不治。 院方通报警方调查,女童遗体已被送往殡仪馆带香宴,全案带检警调查。 警方指出,女童母亲公称女童之前有跌倒受伤,女童妈妈的同居人否认虐童。 网友在脸书爆料公社贴出诊断证明书爆料,图写取字爆料公社。分享。